大家好,欢迎收看大西打赛马频道 今天影片跟大家讲讲明天10月10日快活谷野菜心水 喜欢片段的记得按赞,订阅频道,看完广告片支持一下 明天跑快活谷,照样是8场,采用B跑道,7.3开跑 心水立刻推荐第一场4号马,王者在燕 这马1800米是最耍耍的,四巴上季都在审拿夸下赢过1800米 都是B跑道,现在热了长生再出,瞄准1800米就准备起快 这些马就没得留了,千八菊草很適合路程 热过身,也粗练OK的,连续几货草地也是审拿一手包办的 这些是菊草了,准备起快了 王者在燕,暂时6.3倍,有个高东尼的月宇 初出,跑1800米3倍,有没有弄错 看看他是不是可以吃光 那当然要追上冷眼的6.3倍,王者在燕 你再拖回田泰安这只霍利时马房的上袍覆满都OK 这只马季尾的时候跑到1800米3倍都差点赢 当时韦达奇就是 田泰安最近和高东尼合作愉快 这一场反而高东尼大热,韦达小心有福 这四六一队就先选择了,好处 再来第二场沙漠马生力军 上次...上两次也有推介 跑到经常驻赛 继续不放过他,追到他开阶为止 跑泥地,没东西看 不要紧,这次转回草地1200米 用可能的 骑了一场,试货集 赛后功夫也继续保持住 跑两次了,真是 没可能继续滑下去 让他... 慢跳两货,回回体力 主攻这一场1200米 这次四档起步 希望不要再像第一次田泰安那样 就输最终的那几步 希望这次可能可以把握机会 5.9倍 姚本辉在头场赢得到 可以看重这只生力军的机会 再来第四场 一千米 推介二号马威先生 这只马 都是谷草四班一千米才有机会 季初出的时候都能够 跑到第二 背着133磅 照样放出来 排着十档 这次二档起步 你不要管他什么时候跑 他的速度都能够带出来的 只要有二档就无拒外面的快马了 挟了一条栏 放出来就可能会跑 回到你呢 捱到尾就成功了 这只超能量潘顿 一档就暂时背着飞了 这只马还没输 怕人呢 上次谷草 二十一元 你跑下去一段都没有 入直路那里真的吓死人 所以这些马再出热门 真的要小心提防 老西都选了一些冷一点 再来第五场 推介十二号的喝彩 喝彩转了丁冠豪马佛 今季第一场都能够上到尾 继续可以显露他一贯的后劲 很强劲的特色 上场有些慢步速的 都能够 勿断爆到二十三秒 但是呢 在外档就走洩很多位了 操练这次都没有放过他 继续压迫 投资自由非常落草地 拍了货 蔡明啸也摸得住 那我们看看他上次怎么样走法 这只 喝彩上次排档在中间 沿途走一走三叠转弯的时候 心急了 嘩 试跑道这样 弯位法力 直直走出最外档 去啤酒沿途和观众压手 前面 慢步速 正本同心就跑了出来 却在这里施止他的后劲 不断追追追追 但是 虚偎太多了 前面走掉了 追来追去追不到 只能够 跑回接近第三 这场看到他的走势 一路转弯开始发力 在外面爆上去都能够追到回来 这就证明马的后劲非常可靠 希望今次蔡明啸可以 凭着那个档位内移的帮助 可以在跑道中间跑 少一点位置就应该能够 起码都能够进去 这次二档起步 照计没理由走出外面了 希望能够进入及早 望空能够直路一冲而破 希望他能够办 丁冠堂也是 贵初正头正路的列马斯 再来第八场 这个六号马飞月锋 推荐给大家 冷冷的 无显东拍着沈杂成的组合 值得留意的 无显东今季的骑弓大有进步 好多在大外一戏 大师傅的镜头都在目 这只飞月锋 有点前触的 上季尾可以在沙田吃六米 由头带到尾 转跑谷草 五档起步 照计凭他的触度都能够搜到好位 试完杂了 虽然在重化试 无显东 无显东 落足心机操的这只马 你看看 季初 一开球 量了多少货 全部无显东一手包裹 这些马 照计就有点 心机放在那里 没理由 这么快就没有东西看 所以季初的阶段 这些都准备好了 沈乘成这些 希望一下子夹中他 冷冷地 比场 38 650 你拖就拖回 刚刚赢完升班 赢科超颖 排着他一档 希望潘顿也能够有两脚看看 那么 心水 这么多 那么 最紧要是那句 林墙执生 刚刚沙田那天 林墙也推介了一只开心神区 给大家 看到跑道 就对放头马没好处的时候 林墙要转路 转去开心神区 埋手 也有些运气 本身跑第二 告掉了头马 安喜 叫做命中 希望大家明天信信利利 赢马议会 明天临场再见 拜拜